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是2020年的4月20号 今天是周一 那么我看到啊,本周呢 是个开门红 今天呢,是这个走势呢 还是比我之前的讲的呀 这个要预期呢,稍微强一点 那么今天收盘呢,股指呢 占到了2850点 这个关键位置的上方 那么下方的缺口呢 我们看到还没有回补 就下方的这个2823点到2830 有7个点的这么一个小的缺口 那么从当前看的话 这个走势还是非常的强一点 那么今天呢,上涨加速呢 远比下跌加速要多 接下来,股指怎么走 那我来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啊 那么既然说,这个关键的风水岭 我们看到的话 这个大盘呢,是在价格轨道 价格通道的下一轨 今天站上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呢,是它明显的要强于 这个大盘和这个上征50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明显的是 在上衣轨的位置连续 四个交易日已经站上去了 那显然呢,如果后续它展开这种调整的话 那下方的这个上衣轨啊 就是这个这个粉红色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1980,现在对的这个点位啊 大概是这个1980左右 那么创业板子应该在这个地方啊 应该能停住啊 就是说 本周最大的概率是什么呢 就是先涨啊 先涨 上方呢 这个看到没有 就是创业板子上方它有一个缺口啊 这个缺口 大约就之前有个跳空缺口 那么涨到这个位置 还会进行一个回踩确认啊 可能会回补一下下方的缺口 然后继续展开反弹啊 所以说的话 创业板呢 接下来很可能会挑战什么呢 挑战上衣轨的位置 就这条轨道 上衣轨的位置在哪里呢 在2185点 这是它下一个目标位 先涨 本周先涨 然后回踩补缺口 然后再涨 大概是这么一个节奏啊 这种概率非常大 那同样呢 就是大盘也同样啊 就是我们现在呢 跟大家讲呢 讲骨子啊 讲的多一点啊 那么大盘也同样啊 这个地方 我认为后续可能会站上来啊 下衣轨 那么站上来之后 是吧 短期站上来 前面这个大的平台 这个地方是个平台啊 这个这是个平台 之后呢 然后出现回踩 回踩 补缺啊 这个缺口是留不下的啊 这一点大家啊 希望你要充分 有个充分的认识啊 尤其一些做短线的朋友啊 都喜欢了什么呢 拿两三天就卖 是吧 买进来之后 拿两三天 四五天就卖了 这个地方你如果不卖 那么再次如果回补缺口 可能的话 我们有点这个浮盈啊 又吐回去了啊 这个比较可惜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啊 这个下一轨 站上之后 对吧 那就会挑战前面的这个平台 就是前面的平台是多少呢 就这个点啊 就是 我们看一下是在 这一天啊 这一天 是在2月28号 对吧 这个最低点的是多少呢 2878点 那么接下来可能上方 还有一定的小 很小的空间 也就是说在 2878点 或者是2880点左右啊 在这个位置呢 会有非常强的一个阻力位 也就是说 这波反弹到这个地方 可能会终结啊 我之前是意思说的 可能提前告诉大家 可能是 但是我认为啊 这个就是末尾啊 这个阶段啊 这仅仅是什么呢 反弹第一个阶段啊 然后呢 到这个地方 然后进行回落 补缺 对吧 然后再起 呃 现在呢 可以是这种情况 就是之前 我讲的是2750上方 应该稳得住 但是现在呢 明显是强于我的预期啊 反弹的第一阶段 那么还是在一个啊 收尾的过程 也就是说到2880点 或者是2778点啊 说的精确一点 那么到这个位置 它进行回踩 然后补缺口 也就是说明后两天呢 还有小空间的 惯性上冲 然后 然后呢 再下来补这个缺口 补缺口之后 我认为啊 这个地方补完缺口之后 不会再有 升负的回调 然后呢 再坚持它 反弹第二段的走势 啊 就是 这个反弹第二段的走势啊 很快 对吧 又拉上来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时间呢 应该是 还是比较充裕的啊 就是接下来呢 我认为啊 我这个画得有点高了啊 那么 可能的话 就是上方啊 这应该看到的 就是价格通道的中轨 啊 在这个中轨位置 中轨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点位在多少呢 在 2950 啊 2950 对吧 所以 首先到这个位置 啊 所以说呢 目前整体上 如果你是中线的交易的思维啊 我建议是什么呢 你继续持股啊 一路持股 拿下来啊 一定要把股票拿得住 当然是拿什么股票呢 就是你一定是什么呢 符合这个当下的大的一个题材 比如新机件啊 或者是说估值比较便宜的这个蓝筹啊 比如说是券商 新机件里边呢 其他板块 是吧 这其他板块我不一一说了啊 呃 这里边呢 当然鱼目红杂啊 谁是真正干这个新机件的啊 或者是 比如说我们说搞充电桩 谁是真正干充电桩的 对吧 谁是呃 谁是啊 或者是 我们看看啊 充电桩啊 谁是做充电桩的 那你看看这两天的一些个股啊 哪个涨得最凶啊 那龙头呢 肯定是掀起来了啊 果电难制 从这个4月14号开始 发动第一个涨停开始 到今天 已经是连续五个涨停板啊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充电桩龙头啊 那么我们看看其他的啊 其他的 呃 比如说我们再找一只啊 我们再找一只 跟充电桩密切相关的啊 就是我们 我们从 概念板块指数里面啊 我们找一下 充电桩啊 在这儿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啊 充电桩 我们给他点出来啊 现在就说 这些股票里边 哪些呢 跟这个充电桩是密切关联的 首先呢 最强的实际上是特瑞德啊 特瑞德呢 因为前期涨幅比较大 对吧 最近一直在修正过程当中 那么他本身呢 是什么呢 就是近期呢 这个回踩啊 我认为基本上呢 已经说是在下一轨的位置啊 就是 这个价格通到下一轨 刚好踩到这位置踩一脚啊 像这种票呢 基本上我认为 阶段性的这个调整 已经接到 接近尾声啊 那么像中恒电器啊 也是之前涨得很凶 是吧 涨得很凶 这两天走势也不弱啊 像这种票呢 我认为呢 这都是属于什么呢 像这种充电桩龙头 当然国电男制啊 这两天这个走势 非常强 他是做什么 就是电网自动化产品 他是龙头啊 对吧 呃 他是龙头 那我们把国电男制调出来 在下边啊 在下边 那么这两天就是非常强 那么他也符合充电桩题材 当然他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特高压 这两个都属于新基建领域啊 新基建领域 他干两个 一个就是什么 充电桩 一个就是特高压板块 特高压板块里边呢 因为他题材叠加的多 再加上呢 这支个股呢 他本身呢 他也是这个行业的龙头 我们看到现在的 整个的这个走势 也是非常强 所以你现在选轨一调 钟雄一个什么思路呢 就说题材叠加的越多越好 尤其是当下的主流题材 我刚才说了一个充电桩 一个是什么 特高压 我们说新基建七大板块里面 这支股票起码就占了两个 那我们看一下基本面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基本面都是什么 大家看看啊 看看上面啊 充电桩有了 特高压有了 对吧 特高压有了 铁路基建还有了 那么铁路基建和什么相关呢 就是轨道交通啊 我一直讲的七大板块 新基建七大板块有什么 还有轨道交通啊 这支股票呢 很明显国电南智 它叠加了七大 新基建板块的三个啊 三个板块啊 轨道交通 然后是充电桩 然后是特高压啊 是吧 那这三个它都有了 所以像这种股票呢 它必然是什么 一个强势的拉起啊 那么现在选股啊 大家一定要啊 在基本面 基本还不错的情况下啊 就说一季报 尽管是业绩下降了 基本上说跟什么 跟疫情有关系啊 如果说这个疫情呢 控制住现在 它的复工率也上来了 对吧 产能又开始恢复 那么接下来 对基本面 也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所以股票的价格 自然而然也就上去了 那么这就是什么 现在一个选股的思路啊 提供给大家呢 做一个参考 从股指来看啊 我就包括生成子啊 其他的股指 我就不讲了 那么我就说 股指在大势向好的情况下 如果短线出现回踩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大盘在2878点附近啊 就是前高附近 对吧 这个位置附近 前低嘛 这个位置 那么涨到这个位置 它就会承压啊 受压 那么在这个位置 那么再次回落 对吧 又是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回落到什么位置呢 应该是这个缺口 就是2820点上方 我认为2820点左右 回调到这个位置 就差不多了 然后继续向上啊 继续向上 进行它的一个反弹的动作 所以说这里边呢 季报呢 到目前为止啊 披露的也也差不多了啊 绝大部分呢 已经公布出来了 数据该出的出 力空该出的出 力豪业该出的出 是吧 哪些呢 是业绩向好了 哪些差了 差是什么原因啊 大部分还是疫情 但是确实有一部分 是让你扶不上墙啊 有很多的插股票 连续亏损 去年呢 没有疫情的时候 它照样亏损 现在有疫情了 亏得比谁都狠 这样的公司是没有希望的啊 有些股票 大家一定要看的啊 比如说你看F10啊 我们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我们刚才 找一个特瑞德啊 那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F10里边 如果你看财务数据 觉得特别简单了啊 你看一下 这个像这种票 是吧 它的这个上面 你看净利润 2019年 18年 17年 16年 每年的净利润 是什么样呢 你看它的净利润 都是挣的 都是在挣钱 所以这就不怕 但是如果说 前两年全在亏钱 最近的一个季度 亏得更厉害啊 你要注意啊 这样的票 我觉得绝对要回避啊 绝对要回避 首先看净利润啊 然后看什么呢 看它的净利润的增长的 这个这个增长率 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还是越来越少了啊 然后是营业总收入 最关键的就是净利润啊 千万不能连续亏钱啊 连续连续赔钱的公司 是没有前途的 股价也上不来的啊 这一点提醒大家要注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